我们的琴轴是有两个 那么上轴我们把它叫做内弦轴 它绑的是内弦 而且注意咱们的内弦它绑的也是里侧 那么下面这个轴咱们叫做外弦轴 它绑的是外弦 那么你看外侧 琴弦站在外侧 然后这两个叫做微调 微调的作用是能够让大家把我们的音调得更加准确 小幅度的调动琴弦 然后接下来咱们往后走 看到咱们的这个天弦线 咱们注意我们按弦都是在天弦线以下这一节去按弦 那么我们天弦线以上的按弦是没有音高的 所以说我们在天弦线以下 接着我们就来看到咱们的琴弓 琴弓的话 我们一般来讲一把安装好的琴弓毛是在两根琴弦的中间 在两根琴弦的中间 我们才能来完成内外弦的切换 接下来呢就是我们的琴码和我们的这个绿运垫 我们绿运垫一般是放在靠下的位置 琴码是放在琴皮的这个六边形的中间 这样子摆放它的一个位置就可以了